张琼兹 张琼兹和职棒明星郭泰元的婚姻 向来被外界所称显 更为演艺圈中的表率 不过 与张琼兹约会最频繁的男性并非郭泰元 而是他的健身教练潘若迪 两人频频碰面 甚至在潘若迪的车内 拉起遮阳板密会超过80分钟 2003年在健身中心担任教练的潘若迪 上完课开着白色休旅车离开 同时间张琼兹也驾着白色车离开 没多久两辆车分别驶入不远的信义录像内 停在中强公园对面一处私人停车场中 从车尾方向看去 张琼兹的车中没有人 而潘若迪的车子没有熄火 下午5点 一直保持静止状态的潘若迪车 突然像飞机遇上乱流般 强烈震动了几秒钟 车身上下摇晃了几回 停止抖动后车身恢复短暂平静 几分钟后又如同地震的余震 摇晃了好几次 但是车外没有强风或地震 5点45分张琼兹车突然解锁 解锁几分钟后 潘若迪坐车的右边车门打开 跨出车门的正是右边车子的车主张琼兹 张琼兹还没完全跨入自己车内 潘若迪的车就已迅速倒车 是离停车场 等潘若迪缴费离场后 张琼兹也开离停车场 出场后两人未在同行 张琼兹停留在潘车内的时间超过80分钟 张琼兹在下车时行动仓促 没有任何告别动作 当时气温不过是22度 潘若迪和张琼兹在车里并未开窗 甚至还把挡风玻璃的遮阳板拉上 陈美凤 陈美凤在三春季挑战车阵戏 还有跟不举男的公务员老公夏静庭多场床戏 创下演戏以来最大挑战 他害羞坦言定装后一度想拒绝 该剧改编作家王真和同名小说 陈美凤剧中大突破 第一场戏还有跟林志如导演车阵戏 而他和剧中第三任老公夏静庭有多场床戏 其中还有一场是在衣柜前 他害羞直呼 导演临时加场 导演叫我站在衣柜前 我还想说要演什么 之后夏静庭站我后面 导演叫我们脚抖一下 陈美凤出道40多年 戏剧作品多 但亲密戏其实少之又少 唯一一场吻戏是和翁家明拍恋爱戏的亲亲一吻 床戏则是和尼奇明合作长蛮的媳妇 以及英雄世家和刘松勇合作 但就是盖棉被纯聊天 陈美凤也说 他演戏后大多演妈妈 媳妇角色 比较少感情戏 有一次和张晨光演夜市人生与终离别 剧本上数有吻戏 但两人都觉得吻额头更有浪漫感 尹乃京 2006年电视名嘴尹乃京 被平面媒体拍到和东吴大学校长刘兆玄出游 甚至在阳明山冷水坑独自相处65分钟 刘兆玄召开记者会强调两人是谈国家大事 担心电话被窃听才在车上讨论 刘兆玄开车在银乃京直奔阳明山冷水坑 漆黑的停车场待了65分钟 而且一有其他车辆经过就会惊动到他们 虽然刘兆玄强调一切都是报纸捕风捉影 不过大老远到阳明山又不下车 究竟车上搞什么神秘 东吴大校长刘兆玄说 电话常常被窃听 电话里面不太好谈的时候 我们就会见面 其实我们谈的就是跟国家社会每天发生这些 很多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他常常想来问一下 请教一下我的意见跟分析 银乃京经纪人音语凡说 大家都会有朋友 你是记者 会不会跟采访对象 希望很多事情私底下来谈 不要跟别人谈 一方说商谈国家大事担心窃听 一方说是和采访对象私底下了 偏偏又被目击刘兆玄请司机在银乃京 一起看舞台表演 双方情谊为何 由赵玄短短三分钟说明 有给大家更多问号 隋唐 杨又宁与隋唐在偶像剧爱的生存之道好事多么 2013年12月13日终于真枪实弹的情感大爆发 突破心理防线在车上基本缠绵 这场车阵系历时三天才拍摄完成 开拍前不仅杨又宁口中念念有词 隋唐也特地向导演讨酒壮胆 杨又宁 隋唐在台视八大爱的生存之道终于突破心房 赤裸裸的上演车阵系 连蕾丝内衣都丢一旁 仿佛干柴遇到烈火一发不可收拾 不过这场戏也苦了两位敬业的演员 由于拍摄时间拉得非常长 男女主角早已体力虚脱 杨又宁就说 情感投入也非常大 对我跟唐唐来说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开拍前隋唐 杨又宁与导演就关在车上一直讨论如何拍摄 杨又宁表示 要么就激烈 我可以脱衬衫啊 总不能两个人亲一亲就没了吧 隋唐则安静地在旁边聆听 最后向导演要求 我要喝点酒 还好是夜戏看不出我脸红 不过隋唐也担心这场戏播出后 他饰演的鸡安磊会成为观众讨厌的对象 他说 他太龟毛 幸福就在眼前却不伸手抓住 身旁的杨又宁立刻成了心理老师 表示他是勇敢面对现代女生的感情矛盾 不要想太多 杨秀慧 杨秀慧曾在节目爆料有次男友约他隔天共进晚餐 但因为自己当天要下台男主持庙会活动 所以只能延后 隔天杨秀慧庙会活动主持到一半 突然看到下台下有哥很熟悉的面孔对着他笑 走近一看竟然是男友 他赶快趁中间空档询问男友是怎么回来 只见手上抱着约30包冰榔的男友说 因为想要来接他回台北 但又不知道他在哪间公庙做活动 下了交流道后就沿路边买边问了超过30家冰榔摊才找到地方 让杨秀慧好感动 而北返的时候 杨秀慧跟男友一时天雷勾动的火就在乡间田梗旁燃起爱火 因为怕车子步行开冷气会吸到废气 两人还特地打开车窗 但一打开车窗后发现蚊子很多 男友当下立即脱下上衣跟杨秀慧说自己让蚊子吸饱 这样他舅舅不会被蚊子叮了 让曾国成笑说这是24校才有的剧情吧 几年前杨秀慧还一度跟生技公司老板交往 最终因家人反对远距离恋爱等因素告吹 他选择主动提分手 而后跟白云马国贤旅传飞闻 还和陈文山上演温馨接送情 却始终处于朋友关系 未能觅的真命天子 陈仙梅2003年 有媒体目击黄少奇与陈仙梅两人 手牵手漫步在阳明山情天岗 先是黄少奇驾车接了陈仙梅后 陪同陈前往租书店将借来的杂志归还 接着两人又来到台北市吉林路一家手机店 陪同黄少奇买了新手机后 便回到黄少奇位于德会界的住处 下午6点20分 两人结束草坪漫步 黄少奇搂着陈仙梅的肩走向停车场 走到车旁 黄少奇还体贴地帮陈仙梅开车门 自己随后才上车离开 两人接着前往大树下餐厅用餐 晚餐结束后 黄少奇突然将车驶进大家河滨公园 在光线昏暗的停车场西灯停车 停好车约末十分钟后 发现黄少奇的奔驰坐车开始有些微晃动 接着又变成了剧烈的震动 且一直不停地左右或上下抖动 约半个小时后终于停止晃动 两人似乎在车内平息刚刚激昂的情绪 休息了十多分钟后 财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河滨公园 晚间十点出头 车子回到陈仙梅位于广福路的家 两人离情依依地又在车上小聊了一会儿 才见到陈仙梅下车 下车后的陈仙梅还不时回头注视 而黄少奇也十分体贴 一直等到看不见陈仙梅的身影 才离开返回了自己住处 曾婉婷 曾婉婷在亲爱坏代演出顶流富家女 年纪轻轻就成为新一代的代理CEO 她跟刘瑞奇搭到一对狠角色母女 剧中曾玉婷甚至不惜牺牲肉体 来人脉拓展自己的事业版图 为了诠释小三 曾婉婷除了透过看戏剧影集揣摩角色之外 也常常会透过身边朋友遭遇的故事 去换位思考当世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心 以及小三是怎么去获得男人的目光与疼爱 反复透过角色对调 来立体化小三这个角色 曾婉婷觉得以前的小三可能会比较倾向争名分 想要对方全部的爱 但她听到现在的例子都比较偏向安于小三 不用对方长时间的陪伴 只要能给予她想要的就能维持和平关系 比较像是各取所需的感觉 剧中她有许多亲热戏 还有车阵戏 导演已点到为止方式拍摄 尺度虽不大 但最难演的地方 是在这样的尺度之下如何透过肢体 眼神 表情传达情绪 她以优雅的外貌和修长的身姿 开始了模特生涯 而后机缘巧合下 步入了戏剧界 凭借在《女人41之花》 《家》等多部戏剧的出色表现 她成为了八点档电视剧的耀眼女主角 1993年 她与东方特快车的郭太元喜结联礼 这场婚姻在艺术和体育界传为佳话 婚后 她选择了退出娱乐圈 随丈夫前往日本 全心全意地照顾家庭 成为了一位贤良舒德的内助 在丈夫身患恶性肝肿瘤时 她更是细心照料 帮助她康复 成为了许多人的榜样 然而 2003年 张琼兹被拍到 与健身教练潘若迪多次出游 并在车内进行了长达80分钟的秘密会面 这一车阵 事件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议论 郭太元因此感到极度不满 甚至离家出走 考虑过离婚 但最终 为了孩子 他们选择了原谅和重新开始 感情也因此变得更加深厚 在郭太元受到争议时 他始终陪伴在他身边 给予他支持和鼓励 在接受采访时 他曾分享与丈夫的相处之道 即各自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空间 不过多干涉对方的工作 他认为 这样的相处方式更加浪漫和舒适 即使丈夫在日本工作 他们也会通过APP保持联系 关心彼此的生活 而郭太元则是一个出色的厨师 他的烹饪记忆 让全家人都赞不绝口 他们的大女儿郭思瑜 更是遗传了父母的优秀基因 不仅容貌出众 还有着出色的表演天赋 经历了风风雨雨 他们一家人现在的生活 更加幸福和谐 陈美凤 在1976年 陈美凤 一个刚通过选美比赛 展露头角的年轻艺人 还处于青涩的起步阶段 名声尚未响亮 内心也充满了迷茫 就在此时 一个名叫徐福庆的美籍华人男子 意外地走进了他的生活 徐福庆比陈美凤年长十多岁 两人在某次活动中邂逅 彼此间仿佛有种久别重逢的默契 那时的陈美凤才20岁 而徐福庆已步入中年 他以其丰富的经验 轻松赢得了陈美凤的芳心 使他投入了他的怀抱 作为陈美凤的初恋 徐福庆的离去 让他深受打击 然而 陈美凤的痴情 并未换来徐福庆的忠诚 回到美国后 徐福庆另寻新欢 对陈美凤的态度明显冷淡 这段感情最终无疾而终 在另一领域 陈美凤与夏静廷等人主演的电视剧 《三春季》举行了首映会 在这部作品中 陈美凤首次突破自我 演绎了床戏和车阵等大胆场景 以帮助角色重振雄风 他还不得不爆粗口 这对他来说 是一次巨大的挑战 他坦言 最初看到剧本时非常害羞 甚至考虑拒绝出演 拍摄前 他因压力过大 而过敏失声 为了支持陈美凤 龙绍华特别客串了算命师一角 他表示自己是为了弥补之前 对陈美凤的失约而特意出演 陈美凤的演艺生涯中 他大多扮演刻苦的角色 很少涉及亲密戏 这次除了床戏外 导演邓安宁还临时加了一场衣柜中的激情戏 让他与夏静婷赤脚贴身模拟恩爱场景 这无疑是对他的一次巨大挑战 该剧顺利完成后 邓安宁对陈美凤的表演赞不绝口 认为他成功跳脱了以往温柔贤淑的形象 他透露 在拍摄车震场景时 他要求陈美凤摘下假发 这让制作团队非常担心 但陈美凤对制作单位的信任 让他顺利完成了拍摄 制作人叶天伦表示 拍摄期间正值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因此拍摄过程非常严谨 他鼓励大家在疫情期间 观看这部电视剧 共同享受精彩的剧情 3.尹乃京 在2006年 知名电视主持人尹乃京 被平面媒体捕捉到 与东吴大学校长刘兆璇一同出游的画面 甚至两人在阳明山冷水坑 单独相处了长达65分钟 对此 刘兆璇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们的交谈内容 主要是关于国家大事 由于担心电话被窃听 所以选择在车上进行讨论 然而 这次记者会 仅持续了三分钟 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 据平面媒体报道 在8月的一个日子 尹乃京的丈夫将她送到电台主持节目 而下班时 却是刘兆璇来接她 并在东吴大学的行政大楼内 逗留了超过一个小时 就在本月4日的晚上 刘兆璇又亲自驾车在尹乃京 前往阳明山冷水坑 在昏暗的停车场内 停留了65分钟 期间 每当有其他车辆经过 他们都会迅速离开 显得异常谨慎 刘兆璇坚称 所有的猜测 都是媒体的捕风捉影 然而 他们为何会选择在阳明山 这样偏远的地方 长时间停留 车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仍是一个谜 他解释说 由于电话经常被窃听 当涉及到国家大事等敏感话题时 他们便会选择见面讨论 尹乃京的经纪人 英宇凡 也对此事发表了看法 他表示 作为朋友 有时确实会希望 在某些事情上 能够私下交流 而不是在公众场合讨论 4.隋唐 杨又宁与隋唐在偶像剧 爱的生存之道 好事多磨 2013年12月13日 终于真枪实弹的情感大爆发 突破心理防线 在车上积稳缠绵 这场车阵戏历时三天才拍摄完成 开拍前 不仅杨又宁口中念念有词 隋唐也特地向导演讨酒壮胆 杨又宁 隋唐在台势八大 爱的生存之道 终于突破心房 赤裸裸地上演车阵戏 连蕾丝内衣都丢一旁 旁扶干柴遇到烈火 一发不可收拾 不过这场戏 也苦了两位敬业的演员 由于拍摄时间拉得非常长 男女主角早已体力虚脱 杨又宁就说 情感投入也非常大 对我跟唐唐来说 也是非常辛苦的事情 开拍前 隋唐 杨又宁与导演就关在车上 一直讨论如何拍摄 杨又宁表示 要嘛就激烈 我可以脱衬衫啊 总不能两个人亲一亲就没了吧 隋唐则安静地在旁边聆听 最后向导演要求 我要喝点酒 还好是夜戏 还好是夜戏看不出我脸红 不过隋唐也担心 这场戏播出后 他饰演的鸡安磊会成为观众讨厌的对象 他说 他太龟毛 幸福就在眼前 却不伸手抓住 身旁的杨又宁立刻成了心理老师 表示 他是勇敢面对现代女生的感情矛盾 不要想太多 5 杨秀慧 卫视中文台 一代女王 曾邀请杨秀慧 崔佩怡 何嘉文 音符及高一龄 讨论女人好主动 男人不领情议题 杨秀慧爆料有次男友约他 隔天共进晚餐 但因为自己当天 要下台南主持庙会活动 所以只能延后 隔天杨秀慧庙会活动主持到一半 突然看到下台下 有个很熟悉的面孔对着他笑 走近一看 竟然是男友 他赶快趁中间空荡 询问男友是怎么回来 只见手上 抱着约30包冰廊的男友说 因为想要来接他回台北 但又不知道 他在台南哪间宫庙做活动 下了交流道后 就沿路边买边问了超过30家 冰廊摊才找到地方 让杨秀慧好感动 而北返的时候 杨秀慧跟男友 一时天雷勾动的火 就在乡间停耿旁燃起爱火 因为怕车子不行开冷气 会吸到废气 两人还特地打开车窗 但一打开车窗后 发现蚊子很多 男友当下立即脱下上衣 跟杨秀慧说自己让蚊子吸饱 这样 他舅舅不会被蚊子叮了 让曾国成孝说 这是24孝才有的剧情吧 杨秀慧曾自曝15岁时 就跟男歌手郑敬一有过一段情 后来受访时 还说献出宝贵出业 后来发现郑敬一一丝劈腿 让双方闹得不太开心 就分手了 此后杨秀慧拒绝和他在同台 但后来的郑敬一则 否认了他的说辞 六 陈仙梅 据悉 有次黄少奇开车到中和街陈仙梅 先后到租书店 手机店 再到黄少奇家 接着两人全副武装 戴上渔夫帽 口罩上杨明山踏青 吃饭 当天晚上八点半左右 黄少奇突然将车驶进大家河滨公园 在光线昏暗的停车场西灯停车 停好车后 未见两人下车 约末十分钟后 记者发现 黄少奇的坐车 开始有些微晃动 接着又变成了剧烈震动 且一直不停左右 或上下的抖 一些路过的散步民众 对这辆黑夜中独自跳动的车 纷纷暧昧偷笑 显然两人的饭后运动 实在有些许激烈 约末半的小时后 汽车终于停止晃动 两人似乎在车内平息 刚刚激昂的情绪 休息了十多分钟 才心满意足地离开了河滨公园 但在黄少奇坐车驶离后 记者却在原地 发现一团湿纸巾 只是不知道 是两人激情后的遗物 还是前人所留下 此事曝光后 两人随即承认 的确刚开始交往 但坚决否认 在车上做那档事 另外 黄少奇还补充 两人就像一般情侣一样尝试交往 大家会做的事 他们都会做 可是他们车上只是聊天 打打闹闹 还没有烂到在车上坐的地步 事实上 陈仙梅和黄少奇 两人相差五岁 虽然已入行多年 但两人闹绯闻的高见爆帅 比演艺成绩更耀眼 车震 剧组夫妻等现象 所带来的诸多问题 让人深感忧虑 我们应该共同努力 改善这一现象 使得娱乐行业更加健康 积极地为社会贡献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